你推了个什么小车啊 爸爸 娃娃 小娃娃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符 感恩卢台长 我想问 我儿子2012年出龙的 你问都不要问 我告诉你 他活不长 你自己要好自为之 他是来还你们债的 还完他就要走的 这个孩子是先天性的 脑水体的问题 他一出生就 早产感染细菌 然后就老出现 看见了吗 你们师父厉害吗 你们有这么个师父啊 你们就死不掉了 那我怎样 把我 你忍天让你 我告诉你啊 冤姐啊 听得懂吗 现在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非常的麻烦 她现在几岁啊 两岁多不到三岁 她现在手脚都有齿形 对 她还还会抽筋 她现在都有抽筋的 嗯 你们记住了 凡是抽筋 就是跟下面拉住的 就是说 一个人经常癫痫 就是给下面管住的 听得懂吗 动不动给她下 上行 地府给你上行的时候 就是让你抽筋 所以一般的 除非你缺钙 正常的 经常癫痫的人 就是一会儿拉下去 一会儿拉下去 而且拉下去是一次 少至几天 多至几个月的减受 就是把这个折手 所以这个孩子就这么活着 非常痛苦 对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现在要么许大愿 你的愿力非常重要 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要好好地学佛 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太精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精进怎么救孩子啊 明白 好好希望 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相信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你是你肚子伸出来 你特别心疼 她觉得不像她的孩子一样 她疼她 但是 我告诉你 等到她孩子走掉了 她过几个月 她就会忘记了 你会心痛一辈子 如果你真的想救她 好好地许愿 念经放声 这个三大法宝非常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那多少小房子 放多少声呢 可以这样 看一看吧 舅舅看吧 比较麻烦 她家里缘分也不足 她老公不相信的 看一看吧 而且她老公我都不能说 叫她鱼放的太多 因为鱼放了太多之后 她老公还不舍得钱呢 我讲实话 你说你老公小气不小气 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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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因为我也 小孩都有吃素 我还没有给她许愿 我自己许愿了 你先自己许愿吃素吧 好吧 尽量救她吧 好吧 好 感恩 但是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的 我一点都不跟你开玩笑 现在我看见下面已经把她名字几乎要勾掉了 台长很厉害 你记住我一句话 要勾她名字的 所以你现在赶进许大院了 好吧 好吧 放生两万条吧 两万条鱼 好吧 好 感恩 小房子拼命的念 小房子念多少了 小房子至少要念 先念三百张 再念六百张 那我许愿一千张 好嘞 不要讲嘞 赶快去念了 好好好 感恩 真可怜 你看看看人生多苦啊